其实呢说到金星秀一直都是咱们东方卫视的名牌栏目啊 里面的这两张椅子都堪称是宝座 都上了某宝的这个冠军排行榜啊 而金姐真正的宝座呢是收视第一的保证 那说起它呢大家一定记得上周和金姐相聚的王祖兰同学吧 因为一起模仿金星呢 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王祖兰呢和假奶量被联系在了一起 甚至这两位还被说是长得太像而壮脸了 最近呢这两位还真的就是碰上了 那他们俩到底像还是不像呢 咱们去看看就知道 一个是最会搞笑的偶像派男演员 一个是写心里的颜值担当 要说王祖兰和假奶量有什么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张金星脸 完美 完美 面对网络上疯传的两人长太像的说法 同场出席活动的柳妍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不太高兴吧 都不太高兴吧 树小编直言 相信大家的看法跟柳妍是如出一辙的 只不过人家当事人却是这么说的 为啥呀 我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我们俩 你好高兴啊 我更高兴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都是金 没有 都是金姐的人 不仅高兴着呢 这终于见上面了的两人 还将对方一通话 他厉害呀 他好厉害呀 你像 别谦让了 你太厉害了 你太棒了 没有 你化妆的话 可能比我像 我就化妆像 要小编水 你们就别推让了 这最厉害的还是下面这位 确点点 原版在这呢 完美 当然了 两人相像的地方 不止这一点 在人生追求上呢 也是相当的一致 好好做一个暗政的帅哥 美男子 对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只不过 在做帅哥这件事上 贾乃亮还是比王祖兰 在身高上先行了一步呀 行了再现 北京才怎么当 在身高上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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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